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头发会变白,皮肤会长皱纹一样, 我们的视力也会开始减退。 再加上,现在手机等等电子设备对眼睛的伤害, 也会造成眼睛疲劳、老花眼、白内障等等的问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对改善老花眼非常有帮助的差异。 首先,我们先准备食客的菊花。 看到菊花,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人常可在路边、鲜花店、公园里看见它。 众所周知,菊花极具有观赏价值, 但是你知道吗,它除了可以观赏外, 还是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 菊花具有保肝明目、清热解毒的作用, 可以有效地缓解眼睛疲劳, 以及缓解眼睛炎症, 可以使眼睛明亮有深, 同时对视力也有好处。 对于长期使用手机、电脑的人群来说, 也有很大的好处, 也可以增强肝的解毒功能, 对于身体有一定的好处。 菊花中含有一种叫黄铜类的抗氧化剂, 有助于清除癌细胞、预防癌症的发生。 菊花有良好的清热解毒消肿的功效, 一般用于降火。 菊花最重要的功效就是清热降火了。 由于人们经常不规律的饮食以及作息, 经常会出现熬夜以及高热量食物的摄入的习惯, 从而导致体内火气过旺, 引起身体压健康的产生。 这时, 用菊花泡水喝能够有效地降低体内火气, 从而起到预防和缓解火气过旺的现象产生。 菊花内含有的氨基酸、黄铜类物质、 维生素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 这种物质在进入人体内之后, 可以帮助消除多余的自由基, 并且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养分, 可以有效地延缓衰老, 起到抗氧化的作用。 菊花洗干净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时刻的黑枸杞。 传统的红枸杞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黑枸杞是近几年才被人们熟悉的一种药材, 营养价值丰富。 黑枸杞药室通源又称明目子, 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钙、铁等多种营养成分。 黑枸杞中含有一定的维生素A属于中药材, 而眼睛中含有视网膜。 视网膜的发育离不开维生素A, 所以眼睛不好的人可以通过摄入黑枸杞来缓解。 黑枸杞含有丰富的花金素, 可以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子红质的再生, 预防中度近视及视网膜剥离。 同时,提高昏暗灯光下工作人群视力的作用尤为突出, 能有效改善叶芒症。 对于肝血不足和肾虚引起的视力模糊、 叶芒等眼病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枸杞之中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 葫芦素素、维生素E、 锡以及黄酮类等抗氧化物质, 对肌体而言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效果。 可以对抗肌体多余的自由基, 减轻自由基过氧化损伤, 从而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枸杞对体质差、腰酸耳鸣的人最适合。 洗干净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在准备时刻的黄芪。 黄芪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中药, 大量的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包藏时很多人都会放少许的黄芪。 中医认为, 在生活中多喝黄芪水会改善人的精神面貌, 更加有精气神。 存在气端症状的人群, 症状也会有明显的改善现象。 多数糖尿病患者都会出现浮种症状。 针对面色蜡黄的这类患者, 可以多喝黄芪水, 可以达到消除浮种的效果。 一些高血压患者容易出现下半身浮种的现象, 而喝黄芪水可以有效地达到消除水肿, 降低血压的效果。 黄芪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名贵的补气药。 我国传统医学认为, 黄芪具有补气固表的作用。 在民间也流传着常喝黄芪汤防医保健康的说法。 而不少人在生活中经常感冒, 其实就是表不顾。 这时候用黄芪泡水喝, 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哦。 黄芪最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用来补气, 对于补虚固表来说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针对因为肾阳虚导致的身体疲乏等症状,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每天一杯黄芪泡水能消肿补充肾阳。 对于男性来说, 不妨每次常喝些黄芪泡水。 每天几口, 坚持一段时间后能补充体内的肾阳, 达到温热全身的功效。 黄芪洗干净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6颗红枣。 红枣含有的大量碳水化合物, 主要为葡萄糖、果糖、蔗糖, 以及葡萄糖和果糖组成的低聚糖等。 并且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硫磺素、胡萝卜素、 烟酸等多种维生素, 能为机体补充能量、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提高抗病能力, 防止黑色素在体内的沉积。 红枣减好后放入盘备用。 现在我们把所有食材倒入锅中, 再加入800毫升的清水, 开大火煮上10分钟的时间。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10分钟后我们再加入几个冰糖, 把冰糖煮至融化就可以关火了。 我们将煮出来的水倒出来就可以喝了。 黄芹和黑枸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滋补的药材, 而菊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黄芹枸杞菊花红枣茶是一款非常适合四季饮用的茶品, 尤其适合男师使用。 黄芹可以补气益气, 利尿排毒。 枸杞可以养肝瓶目, 补血安身。 菊花可以清热解毒, 缓解头晕头痛。 视线模糊, 可以滋衣瓶目。 一席泡茶可以滋补肝肾, 降血压, 降血脂和提高免疫力, 缓解老花眼。 长期饮用还可以抗衰老, 抗肿瘤,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最后提醒大家, 这个食料方法只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